When you feel like quitting, remember all of those who said you'd fail When you feel like giving up, remember why you started When you feel like quitting, remember what you're doing it all for When you feel like quitting, remember pain is temporary And greatness lasts forever 大家終於收集完了 Happy Boy拿了嗎?眼睛拿了嗎?帽子拿了嗎? 到了比賽的現場 到了現場,你會看到許多人都在準備著 所以你第一時間就是要去拿你的Timing Bell 而這個Timing Bell非常重要 它是一個時間測量遺跡 22,現在我要綁在我的左腳 所以一定要佩戴以方便organizer進行時間測量 所以你別想掏蓋唷 然後再去找工作人員,寫下你的比賽偏好 在你的手臂或游泳帽 YES 比賽前建議塗上防曬膏 以幫助防止曬傷 不過在選擇防曬膏時 千萬要注意挑選沒有添加會傷害海洋成分的防曬膏 我個人推薦使用海洋友善的防曬膏 所以當你享受水上活動的同時 也能保護海洋的生態 當我參加這類型的比賽 我一定會吃Energy Gel 那就是能量膠 它是一種含高熱量 能夠快速補充大運動量下 人體所需的能量和礦物質的濃稠半焦體食品 我看有10km開始了 10km開始了 全部人都是來自不一樣的國家 好多人啊 10km 我太敬佩他們了 我看我一身人 我都不可能參加10公里 10公里太難了 我公里有得死了 沒有 我要是我的啦啦隊隊長 還有啦啦隊的唯一的成員 單身優質男青年 強烈推薦 還單身 單身 單身 記得加他哦 最好的朋友 特地來這裡陪你一口錢 天女 親愛的 是 她真的是一個定得了廚房 住得了天堂 然後的住派對 逗得過小三 養得了小孩 上床是女秀 下床是女孩 出門是女神 你還在等什麼啊 有一個人在做日系 感覺他沒有很緊張 但其實再過20分鐘就到我了 問題來了 下雨了 希望 Let's go 好 好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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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回來了 我不知道用了只久 但是看我手錶的話 我應該 不超過三個小時 我就錄了五公里回來 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浪很大 令到我的心很不舒服 現在呢 感覺超爽的 耶 人家在我身邊的比賽 不是為了要贏 而是為了完成 就算你是最後還是要完成 只要你完成了 你就是那個贏家 你贏了你自己 所以每一年呢 我都會 我自己參加一次五公里 Ocean Man 我來告訴自己 做什麼事情都不可以放棄 今年呢 我突破了 因為我今年參加了兩次 在海遊公里 第一次是在四月 然後現在是在十一月 剛開始下雪游泳會很緊張 出發後你會覺得人幾人 在海上游泳和在游泳池 真的是天差地別 在我第一次參加的時候 我以為我游的如魚得水 結果在比賽當天 卻找不到方向 游偏了非常多 而且有時候還會失散 海遊過程中 天氣還是有很大的影響 特別是起風的話 浪位很大 容易吃水 說不定後面的選手 還會拉你的腳 這些都是游泳池 體會不到的 在這五公里的過程中 非常考驗你的意志力 還有永不放棄的精神 而我為什麼會堅持 每一年都要參加一次 就因為我想考驗我的意志力 路程你會覺得很孤單 很辛苦 而且會不停和自己說話 每一次我都會問自己 為什麼要花錢受苦 好好在家休息 不是很好嗎 可是每一次完成了 那滿足感真的是無比的爽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 總結來說 如果你想參加 你必須要會自由泳 挖泳還有戰水 才能幫助你更好的完成比賽 如果沒有良好的水性 和平時的訓練 是非常危險 但是如果你有興趣 想嘗試和挑戰自我能力 但是又不知道如何開始 你可以私訊我哦 我可以教你 還有陪伴你完成 還有我要謝謝我的戰友們 每一年都陪我一起瘋狂 你也和我們一起瘋狂吧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按讚還有分享出去哦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